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分析公司的月度销售数据 除了了解整体销售数字之外 还可以发掘对公司盈利贡献最大的重点产品 不少手机设备股会每个月公布销售数字 生产手机镜头的信与光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信与光学在销售报告中 会公布三大产品的表现 包括光学零件、光电产品和光学仪器 面对这么多产品 我们要找出对公司业务贡献最大的环节 加以分析 翻查信与光学2019年中期业绩 收入占比最大的是光电产品 占比达到七成 不过盈利贡献最大的就是光学零件 占比超过八成 因此分析信与光学的月度数据 我们要重点留意光学零件这一部分 特别是当中的手机镜头 以及车载镜头的销售增长 总结而言 分析手机设备股的月度销售数据 初过要找出盈利贡献最大的部分 重点分析才可以了解公司的盈利增长潜力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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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